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希望看新聞 我是主持人高捷 在昨天高捷邀請了特約的嘉賓林曉旭博士為我們講解了一下 顏麗夢博士在週一所發布的新的報告 這個報告用它自己一個中速的角度來挑戰武漢病毒就是中共實驗室所製造的 這件事情昨天曉旭博士跟我們分析的時候還講到這件事情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也不出乎我們這位專家的分析在今天就有不少反駁他的言論的鋪天蓋地在網上就開始了 可是在今天17號又有兩個比較重磅的消息我們今天要一起來聊一聊 第一個消息就是在歐洲有一位從中共軍方逃出來的實驗室人員 已經向美國的情報當局報告了說中共軍方正在製造生物的武器 那麼這個消息是來自華盛頓時報 還有一條消息呢則是來自印度的媒體的記者 他呢是通過多方的渠道得到了一個多家的報告綜合之後呢 曝光的消息是說中共方面和巴基斯坦的軍方進行聯手的研究 也是在實驗生化武器 所以呢今天我們要聊聊這兩個重磅的消息 同時呢我們還要請我們的小旭博士給我們講一講 在最近大陸也有一個事情叫做藍州的布魯士菌的一個感染事件 這個事件呢是去年12月末發生的 但是到了9月份之後呢 終於被國內的一家媒體給曝光出來 感染的人數呢已經是有3000多人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細菌 那麼為什麼9個月之後曝光出來之後 有3000多人的感染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特別嘉賓林曉旭博士 為大家呢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上去介紹一下 曉旭博士你好 曉旭你好 觀眾朋友們好 昨天為大家已經介紹了林曉旭博士的身份 他自己呢是生物學的博士 同時呢他在此前是美國陸軍病毒實驗室的研究室主任 他自己呢還是國際關係學的碩士 所以呢我們也很高興能夠和曉旭博士呢 一起來共同探討很多熱點的話題 那曉旭博士今天呢我想昨天我們剛談過 嚴厲夢的這件事情 然後今天就出了這兩個重磅的消息 我相信你也看到了這兩個消息對吧 嗯 對我看到了 這個確實是比較吸引眼球的消息 對吧 所以我們先來談第一個啊 就是在歐洲的這個 我記得呢最早是在4月份的時候 當時呢就是有很多的來源消息呢 就是說有中共P4實驗室逃出來的人到了歐洲 結果呢後來呢是嚴厲夢博士出來了 那是在美國 結果呢歐洲這個事兒就放下了 沒想到今天華盛頓時報呢是報道 有這麼一位從是中共軍方的人員 已經在歐洲呢受到了歐洲情報部門的保護 那麼他是說有首先第一條說 中共在美國的情報界滲透的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他包括跟美國的情報界合作啊 包括和歐洲的情報界合作都非常的謹慎 但即使這樣他仍然向美國的官方 美國的情報界提供了一份的 詳細的一個情報啊 就是說中共目前在製造生化武器 小徐博士聽到你看到這個消息的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其實我並不覺得奇怪 因為在今年早些時候甚至去年的時候就看到 以色列的情報官員 他的名字應該叫修根 他當時就已經提出一份報告說 中共違反了1984年他們所簽訂的這個公約 就是不會製造生化武器的這樣一個公約 但是中國一直在製造 而且這些年特別是這個最近的一個五年計劃之後 中國已經把生物科技 作為這個重要的發展戰略之一 那當然表面上好像是就是適合於民間的這種生物科技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中國官方也同時在推動 軍民兩用這樣的一些生物科技嘛 那就其實很容易的就是把一些比較前沿的 中國的這些生物科技運用到軍事方面 那當然製造這個生物武器變成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我們也看到今年年初大家看到 加拿大不是有一個微生物實驗室的這個邱香果博士 還有他的先生他們 掏回中國 他們把這個高致病性的病毒 高致病的病毒Ebola和Nipa virus 這樣病毒的這個樣品 寄回到這個武漢病毒所 這個本身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一般正常的微生物學家 你當然知道這個自己所在的研究所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定 你要想寄送這樣高危險的這個病毒的話 絕對是要經過嚴格審批的過程 你怎麼可能自己偷偷這麼做 那如果是這樣一個已經很資深的微生物研究員 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說明就是中國官方非常非常迫切 想要得到這樣的高致病性的病原體 而且給這個科學家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才會迫使他趕緊把這東西寄到國內去 所以這種要求當然只能是來自政府和軍方方面 比較高層的壓下來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一點也不懷疑說 中國軍方已經在積極的製造各種生物武器 當然其實如果追蹤到歷史久遠一點 中共對這方面的興趣其實一直也沒有淡過 只是我覺得這些年應該在所謂加速的發展的過程中 那麼印度的這份報告我看起來我覺得 其實是也在很自然的一個就是預期之中吧 因為中共跟巴基斯坦的合作 其實除了表面上的這個工程方面的合作以外 那當然其實更主要的是利益方面的 而且這個生化武器在這個不管是在南亞半島啊 或者是你可以說是在中東一帶等等 其實一直有一些比較恐怖和極端的組織 一直對這些生化武器感興趣 那中國方面其實跟很多恐怖組織 其實一直有合作嘛 很多人說中共實際上是很多恐怖組織的後台 那這些生化武器的合作呢也不奇怪 那巴基斯坦裡面會有一些人員感興趣 對生化武器的研發我也不覺得奇怪 那當然通過武漢病毒所跟他們簽訂了秘密協議 這樣一件事情現在有媒體曝光出來 雖然說需要進一步的核實 但我覺得這個方向這個應該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武漢病毒所它本身就是跟中國軍方有密切合作的 據說這病毒所上面是民用的 但是地下的很多樓層都是屬於軍方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成為這個將軍在這個 新冠疫情爆發以後馬上就飛到那邊接管了整個武漢病毒所嘛 所以實際上那就是一個準軍方的機構 所以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 從您自己專業的角度上啊 您剛才講到了您不奇怪 也就是說這種懷疑也好 執政也好 從您專業和對中共政權了解的這種資訊上來講 您是不奇怪這個消息的 但是呢從一些專業的角度上 請您來跟我們做一些解釋 比如呢像這個印度所曝光出來的這個 他們和巴基斯坦簽的是為期三年的秘密協議 然後呢它是研究有五種啊 有五種叫做高水平病原體進行了實驗 並且呢是在巴基斯坦偏遠的農村 有幾千頭和成千上萬的人啊 幾千頭的牲畜 駱駝包括人已經做了實驗 而且呢相關的論文已經發表 在發表了相關的這個學術雜誌上 這個是非常令人震驚的 那麼如果從專業的角度上 這種論文發表出來的話 應該能看得出來他們在進行什麼研究對不對 那麼為什麼此前一點都沒有行業內的質疑呢 難道是說這種研究是正常的嗎 那就看它這個研究報告是怎麼寫的 那因為今天時間參數 我還沒有機會去查他們這個報告是怎麼寫的 但總體來說 因為你在偏遠地方做動物實驗的話 就像我們可能一會兒會談到這個波魯士菌的話 你也可以在當地用牛羊做這樣的一些實驗 因為波魯士菌它其實也可以是做一種生化武器的 這個病菌也可以做 那當然在這篇報告中提到的 人體也參與了這個實驗的話 那可能就是有其他的 比如說你對 甚至對這個新的這個新冠病毒 或者是其他的愛冰病毒啊 或者是這個Ebola病毒等等 你在當地用一些人群採取一些實驗 這個就是說如果軍方想要跟對方簽的這個秘密協議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為了這個研發一個更強的致病性的這個病毒啊 或者是細菌來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有的時候是為了研究就是這樣的這個生物武器怎麼樣能夠更有效的能夠傳播出去 用什麼樣的方式傳播 那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 其實我們很多媒體沒有談到 就是說其實中國在武漢方面他們在 納米技術 納米技術 納米技術方面也是有很強的發達 而納米技術現在是作為就是 就是輸導或者是輸出就是不同的這個藥物啊 或者是病原體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載體 所以這個納米技術跟這些這個生化武器是怎麼配合起來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而且大家知道這個哈佛大學的這個化學系的主任 Leber教授今年年初不是被抓了嗎 那他其實當時就在武漢就從事的就是納米科技的這個研究 所以本身其實也是有一些很奇妙的一個關聯 當然都需要一些進一步的就是說以後官方把進一步的消息確認以後 我們才會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但是不管你們中國軍方特別感興趣 高科技高的材料科技納米技術等等 跟這個生化武器的這個研發一起結合在一起 那在巴基斯坦找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或者人群很少的地方去做這樣的實驗的話 這是有可能的嘛 在報導當中印度這個媒體報導當中說 已經涉及到七八萬的啊這樣的農民偏遠的地方 他做什麼樣的實驗 那很可能是一種大規模的就是說疫苗的實驗 就是說因為他表面上如果能夠發表文章的話 一定肯定是屬於就是我是為了疫苗做開發研究 當然至於這疫苗的這個風險性怎麼樣啊這些東西 也許當地的這個巴基斯坦的政府不會很嚴格的去審批 那他只要把當地的足夠的人群 就是通過各種方式招募進來或者強迫進來 讓他們參與這個實驗 那就是就可以了嘛 他肯定是表面上一般就是說 為了抗病毒藥或者是抗細菌的這個抗生素的研發 或者是疫苗的研發 以這些目的來招攬人來做一些實驗 聽起來太可怕了林博士 就是昨天在我們節目分析研利孟博士的這個的時候呢 您還講到了其實你想證實這是一個人工製造的 本身就不太容易 你再想證實它是軍方製造的呢就更加的難 話音還沒落 今天兩個和中共軍方的這個消息全都被曝光出來了 而且剛才你提到的幾個這個線索 我們就是旁觀者啊 就是即使不是行業內人士也都是太奇怪了 和中共軍方有關係都是中共的資金啊 因為巴基斯坦從這個報道當中說 根本沒有相關的實驗設施 它造不了這種疫苗也造不了這種合成的這種病毒 然後呢都跟武漢的P4實驗室發生了關係 全都這個線都連到一起了 包括從歐洲啊淘寶歐洲的這個軍方的人士 此前呢大家一直覺得好像這件事情就是個謠言 那結果發現真有這麼個人逃到了歐洲 所以我接下來的問題呢 林曉旭博士來跟我們來分析一下 剛才您提到了八十年代簽的這個生物公約 生物武器的公約 中國也是簽約方 那麼這些事情一旦啊 現在就感覺這一步一步的這個消息不斷曝光出來 似乎一步一步的在奔向那個方向在走 一旦確定哪一個國家違背了這個公約的話 它怎麼去證實 第二個一旦違背這個公約的話 將會怎樣啊 那個國家將會面臨什麼樣的處境 將受到什麼樣的制裁 我覺得事情發展的方向當然是中共更多的這個黑暗秘密會對外曝光 那麼這個事情發展過程中 國際社會如果有一個普遍的質疑的話 當然應該會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 或者一個團隊想辦法到巴基斯坦去調查 或者是強烈要求中國能夠開放 讓這個團隊進行調查 當然很難實現 但是也會應該有相應的舉動 那如果有一些間接的或者說一些證據能夠找到的話 那當然會整個在國際社會上 對於中共的這個聲譽進行 就是一個相當根本的一個摧毀一個打擊 甚至會動搖中共在這個聯合國裡面的這個地位 甚至中共有可能按理會的這個 這個常任離世國的這個位置都可能不保 因為你自己簽署了這個國際的公約 你的國際社會承擔 就做了這麼大一個承諾 但是你卻違反了 所以如果事情嚴重的話 連這個按理會常任離世國這個位置都不保 而且現在美國也在積極跟台灣建交 所以我覺得其實中共面臨非常大的風險 現在這個可以說是微如雷軟吧 而且剛才你提到了這個軍方有人逃到歐洲 其實這個事情外面人覺得是傳聞 但是我在五六月份的時候我就有得到消息說 其實這個是確實的 而且人員很可能就是武漢病毒所的 只不過是因為這個人牽扯到 就是家人在中國大陸的安危的問題 所以一直沒有對外公開 那他跟美國跟歐洲的一些情報機構合作 這也是必然的 因為他出來的目的就是想要把一些事情 能夠對外公布 只不過是確實是中共的各種手段使得 他在國內的家人的安危面臨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進一步關注 我們現在是一個直播的節目 如果我們的網友們和YouTube的觀眾朋友們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這裡打這樣來 然後我把這個問題請林曉旭博士來直接回答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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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 謝謝大家